哈喽姐妹们 我又来讲三位美女开后宫选男飞的神奇恋宗渣男倒了 24个男生里有一半是渣男 只要能和女嘉宾牵手成功 就有机会拿到十万美金 这可能是我看过的恋宗里最离谱的大解决 这笔奖金的归宿要是能猜到就算我输 目前男嘉宾已经只剩六位 其中刚好三个渣男三个好男人 节目组为了帮助姐妹们更好地选择牵手对象 竟然把之前淘汰的人全都叫了出来 24个男人齐聚一堂 干啥呢 先老底聊八卦 我就爱看这个 给我爸都干干净净的 连底裤都别留下 还记得之前那位自己被淘汰了 还要拉红脸金毛下水 爆出了他有女朋友的那位路人大哥吗 他又来了 他又开卖了 红脸金毛说 你想花他的钱搞事业 暗示你是个拜金老女 金毛还很不满意你的兄 说你们如果在一起了 就一定要出钱让你去龙兄 因为他的前女友都龙国兄 好家伙 这时候八皮的脸色已经很不好看了 横在哥还在火上浇油 我刚来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过 要为了钱一起合作呢 然而红脸金毛 完全就是一个咬死不肯承认的态度 然后大壮和其他男人 也开始对着红脸金毛开炮 金毛还试图转移话题 立马被辣妹一眼看穿 又把话题拽了回来 一群人七嘴八舌 吵得我脑挂的嗡嗡的 最后他还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主持人又开始挑事 问所有人觉得支持 芭比和金毛在一起的人请鼓掌 气氛一度十分尴尬 感谢那几位渣男兄弟 嘻嘻啦啦的掌声 而支持醒醒哥的人鼓掌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拍手 这对比也太明显了吧 金毛真的还能在这次早上混得下去吗 然后我们的老朋友 最爱打小报告的熟男 他也要开卖了 这种八卦怎么少得了他呢 蒋毛说你就是个女公官 还说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拿到奖金 在洛杉矶买一栋房子 和金毛同居 然后试一堆女人了 而且他还承认过自己有女朋友 怎么会有这种人啊 其他人听见这么金毛的消息 下巴都快掉了 蒋毛赶紧开始解释 我根本没有女朋友 熟男就是想坑我才编我的黑量 我没说过他是女公官 那明明是别人说的 但是辣妹根本不相信任何一方的说辞 现在就是把事情说清楚的最好机会 要么你就讲清楚是谁说的 要么你就把这个锅给背了 你又不是姐姐于堂里唯一的语言 其他被选还单单正正坐在那呢 蒋毛一看事情不好糊弄了 果断选择卖队友 他这个被兄弟卖了一连蒙的表情 我真是笑不活了 只有金毛受伤的事件打成了 辣妹还是觉得 金毛和卷毛这两兄弟背后说人坏话 这事很缺德 卷毛站起来表示 金毛就是自己的好兄弟 他们今后是要一起定居洛杉矶的 辣妹虽然我很喜欢你 但是我也放不下我的好兄弟 于是他就这么气走了 啊 你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呀 卷毛 竹男孩说 卷毛是为了录节目 才和前女友分手的 辣妹现在对卷毛就两个字 失望 那是相当失望 到了娜娜这边的后宫争斗 怎么可能少得了 大壮首次脏便哥的精彩大气 他们俩从开头头到结尾 大壮都被淘汰了 还要再踩脏面哥两脚 大壶子更是直接爆出 脏面哥同学录里 有1500个女生等着他去追 这是爱人的量 娜娜一下就炸了 直接在人前跟他吵了起来 最后 娜娜干脆说 自己不要男人了 只想要奖金 扒完底库之后 这全被打入冷锅的男人们 都被送回了家 这三位姐妹的后宫 也全都乱成了一锅粥 由于三个人 都是各选了一个渣男 一个好男做备选 主持人又让他们分别进行 两次20次小时大约会 没错 就是能过夜能深情的那种 24小时 由于到现在 大家还不知道 奖金要怎么颁发 不过主持人透露 这取决于女生们选择的男人 自信哥把辣妹直接拽走 辣妹开口就和他接了个吻 喂喂喂 你俩亲起来怎么还没完了 虽然自信哥确实是没啥黑料 但也不至于哈 巴比通过那场巴底库大赛 看清了男人们的真面目 他确定自己来这里不是为了钱 而是为了找真爱的 所以现在他没办法信任红脸金毛 只能找星星哥 三毛哥选择相当的坦白 自己年轻时曾是运动员 有很多女生追 但是他都拒绝了 现在只想认真搞事业 然后发展一段缓慢而踏实的感情 而卷毛试图找辣妹挽回这段 已经乱七八糟的感情 但是辣妹觉得 卷毛脑子里只有他的好兄弟金毛 根本就不尊重自己 连个抱抱都不肯给 他直接扭头走人 红脸金毛告诉巴比 自己确实说过龙兄那种话 但是那是因为当时他们都在讨论 是喜欢龙过的还是天然的 所以他才提到了 自己给以前的对象出钱龙过兄 这是他的喜好啊 然而巴比最痛恨的就是 男生随意评论女生的身材 红脸金毛又精准踩雷了 脏便哥来找娜娜 娜娜的第一句话是 别把脚踩在我的椅子上 姐姐很会怼人 脏便哥都快被噎死了 脏便哥一直在给娜娜画饼 说他们俩未来会如何如何 然而娜娜根本不想听他扯那些虚的 翻了个大半眼之后 又端着杯子走人了 三位姐妹第一天 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三位好男人去约会 拉妹把自己包成了个偷地雷的 带着自己哥去兜风 节目组做个跑车 估计也挺贵的吧 恨不得八个鸡尾怼着拍 可不能浪费了 娜娜和三毛哥去了海上玩翻船 巴比竟然和星星哥去了丛林探险 哇 这不是宾至如归吗 星星哥仿佛回到了快乐老家 还和蝙蝠来了个亲密接触 被冷漏的这两位战男 又开始呼舔伤口 光丽鸡毛问他 当时为什么不把国甩给别人 而要揭发自己 绝毛竟然说 但现实中如果鸡毛去坐牢 自己绝对会跟他一起 倒也不必这么兄弟情侍安慰 千星哥和巴比在溶洞中相约 下了节目之后也要继续在一起 巴比甚至口出狂言 自信哥说自己一直在旅行 现在想找个人安定下来 拉妹也觉得她很好 但是到了晚上 娜娜还是觉得自己和三毛哥 她说的火花没有脏变鸽激烈 虽然她是个安全的悲选项 可她还是很纠结 拉妹和自信哥那边又开始完成下水指标 开始了每个恋宗都逃脱不掉的环节 泡澡 泡了个澡之后 两人感情急剧升温 拉妹主动邀请自信哥来给自己试寝 接下来的内容就不可描述了 清醒哥带巴比来到了他们第一次约会的沙滩 她说自己不是为钱而来 想把巴比带回芝加哥 然后他们也开始了同床工程 紧接着三毛哥也抱着娜娜走了进来 但是娜娜没让三毛哥上楼 把她安顿在了留下的折叠床上 哎呦这个床也太小了 她的脚还露在外面呢 另外两位的事情显然非常成功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他们都成了这样 只有三毛哥独自在厨房里做早饭 哎 人比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好男人现在局势一片大好 三位渣男也卯足了劲 准备逆风翻盘 在游艇上 卷毛疯狂道歉 那个姿态真是卑微到了尘埃里 但是拉妹还是对她将信将疑 毕竟上下嘴皮子一碰 这话就说出来了 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 到了晚上 卷毛还在表白 说拉妹是自己的第一帅位 奖金都得往后烧 拉妹还在纠结 为了理清思绪决定自己回房冷静 没有让卷毛一起睡 把比这个意志不坚定的 把红脸睫毛一蹲除就把握不住自己 玩个水上飞人的项目又开始动摇了 姐姐啊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到了晚上还让她上楼了 你知道星星哥会有多心碎吗 娜娜和脏面哥聊起了现实 两个人生活在迈阿密和洛杉矶 如果在一起也会是异地 脏面哥毫不犹豫的说 自己会搬去洛杉矶 承诺自己以后不再会是渣男 娜娜因为这话非常心动 让她进了自己的寝宫 卷毛成了这一晚唯一睡折叠床的小可怜 拉妹看着她一副惨戏戏的样子 又心软了 最终还是把她带进了自己的房间 卷毛终于睡到了她形形念念的双人床 我的妈呀 我实在是没想到 这个练宗能弯得这么大 确认关系之前 把两位备选都睡一遍 这种操作也是可以的吗 这真的不是那啥姑父大比P吗 嗯 终于到了最后的淘汰之夜 主持人宣布最后的规则 只要选择好男人牵手 就会获得十万美元和她评分 而姐妹们如果选了渣男的话 那渣男就会直接拿走十万美元 至于这个钱要怎么处置 就全听她的安排了 又到了男人们挨个表白的环节 姐妹们估计都已经听腻了 我就挑重点奖了 拉妹到了这种需要忍同割爱的时候 终于流下了鳄鱼的眼泪 纠结再三终于叫出了那个名字 不愧是你啊 人间清醒我的拉妹 哪怕再喜欢卷毛也没有选她 因为她清楚地知道 渣男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但是主持人也公布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秘密 那就是卷毛在今晚开始之前 就提交了最终决定 如果拉妹选择她的话 她还是会和拉妹继续交往 并且和她评分奖金 主持人问到拉妹的感受 她还是依旧很酷 虽然但是 无论如何 卷毛至少还是改变了一点点的嘛 那她这一趟就不算白来 谁不喜欢看这种浪子回头 烦人醒悟的重能量戏码呢 到了芭比这里 红脸金毛直接开始打感情牌 说自己未来想和芭比成为伴侣 想每天早上在她出门前 给她一个吻 而芭比也说 她就对渣男或者好男人的标签 没有带着任何偏见 只是想来寻找真感情 她从来也不是为了打安全派 才来到这里 所以她最后选择了 红脸金毛 我的天哪 我不理解 这四个字我已经说卷了 算了 非要说的话 那我也只有尊重祝福了 不然我还能说什么呢 然后主持人问金毛 你是要和芭比继续震动感情 评分奖金 还是结束震动感情 独吞这十万 红脸金毛先是说了一堆 感谢芭比改变了自己的屁话 然后紧接着就是一个 但是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辣妹直接就开骂了 娜娜也是周紧了自己的小眉头 这剧情 我属实是看不懂了 救命啊 芭比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现在撞了墙了 才知道疼了吧 经历了这一出狗血八点当之后 红蓝的压力就大了好多 睫毛这么一闹 渣男脏面哥都慌了 经过深重考虑之后 红蓝最终选择了 同样的问题 摆在了脏面哥眼前 是拿钱走人 还是评分奖金 而脏面哥再次表白之后 选择了继续震段感情 并且评分奖金 就在三位女嘉宾的选择 都已经尘埃落定之后 主持人宣布 让红眼睛毛初恋 由于他身为渣男 没有任何改变 不配拿到奖励 所以节目组决定 把那十万奖金捐赠给 巴比所选中的慈善机构 救命啊 这又是什么操操作 这最后一期神反转 也太多了 你们这节目组 怎么还说话不算话呢 奖金说不给就不给啊 倒对的鸭子 竟然就这么飞了 他们那两队成的小情侣 也一番钱都没捞着 他们着谁惹谁了 最好笑的是 节目组最后 还放出了 鸡毛和卷毛的结局 这对渣男好兄弟 因为没了奖金 同居大业也泡汤了 此后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节目组还能再损一点吗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离谱 我怎么都没想到 渣男岛最后的结局 竟然是这么个走向 实在是高开低走 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为了狗 感谢姐妹们一路催更和支持 欢迎在评论器留下你的想法 还想看什么内容 也可以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啦